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独书 今天要讲毒鸡汤 还是庄子 庄子这个脑袋不知道咋想 我先念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毒鸡汤 什么叫毒鸡汤 可能有人不知道 鸡汤就是 立志的话就是让你特别想努力的 叫鸡汤 什么叫毒鸡汤 就是没用 知道吧 叫毒鸡汤 我念一下这段文字 他说 无生也有芽 而知也无芽 以有芽随无芽 待已 以而为智者 待而已矣 为善无尽名 为恶无尽形 原都以为晶 可以保身 可以全性 可以养亲 可以尽年 这一段是养生主的开头 养生主是庄子七篇文章中的第三篇 第二篇你们已经记住了吧 叫奇无论 第三篇叫养生主 什么叫养生主 养生 咱活得长一点 告诉我怎么养生 看完都崩溃了 第一句话说 无生也有芽 而知也无芽 翻译一下 我的生命 无 是不是我呀 我的生命 是有界限的 这个芽 就是边界界限 说白了 张老师顶不天 活110岁吧 这110岁 就是我的界限 那时候可能还怕金森了呢 对不对 无生也有芽 但是什么是无芽的 知识是无芽的 而知也无芽 一讲到这 哇 好励志 立即想起了一个千古对联 那叫什么 叫 疏山有路 情为敬 雪海无芽 酷作舟嘛 但是你就小看庄子了 庄子可不是这么玩的 接着我们看庄子 庄子说 既然生命是有限的 知识是无限的 那么 以有芽随无芽 用有限的生命 对吧 110年的生命 去追随那个无限的知识 会怎么样呢 生命是有限的 知识是无限的 玩命学习 能怎么样呢 两个字 代以 没有代以 疲惫啊 不是这还是 还是激励我们的鸡汤吗 他说 生命有限 知识无限 用有限生命 追随无限知识 那就会万分疲惫 没说 没结束呢 疑而为智者 疑 就是已经这样了 已经很疲惫了 还要去追求知识 强行追求知识 我已经很困了 还要刷体 什么情况 那就会遭死 第二个代就是危险 折受 这个意思 好吧 你再听一下 生命是有限的 知识是无限的 用有限的生命 去追随无限的知识 万分疲惫啊 已经那么疲惫了 你还强行追求知识 那会折收的呀 这个 那意思就是 什么 不要学习呗 咱喷一下庄子 既然不要学习 你写庄子干啥来 让我们学 还让我们沉溺于读书 本来就是110年生命 读庄子花两年 对不对 我就剩108年了 对不对 真的特别逗啊 我想起了一只格言 那句话叫什么 成功就是 99%的汗水 加1%的灵感 你没听说过这个格言吗 这个话也没说完 后半句是 但很多时候 那个1%才是关键 但是我们 我们写格言 是不是直取前一万 就说我们人生 一定要努力 因为99%的汗水嘛 对不对 当然这个 你只是听一听啊 我说你看起来不积极啊 但是在庄子的思想中 是有它的可举之处的 它的意思是 读书也好 学习也好 它不能够本末倒置 也就是读书学习 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更好 不是拿这个东西 去透支生命 就像简单来说 我们要不要认真学习 我相信是要的 但是起码不要到 晚上睡眠都不够吧 对不对 连早餐都不吃 晚上都没得睡 是吧 连个题运动都没有 那就是什么 待一夜 对不对 那就不合适了 对不对 但庄子的确是反对读书的啊 然后他下一个读鸡汤 更可怕 为善 什么叫为善 做好事 无尽名 不要追求名声 这个听着还能够接受 对吧 下一句说 为恶 做坏事 不要接近刑罚 啥意思 做好事 不要被表扬 做坏事 不要被逮扰 就这意思 那应该怎样学习 一句话 原都以为经 什么叫原都呢 这个都就是虚 就是自然之道 就是顺着自然之道 把它作为我们的法则 或者人生准则 这个经就是准则 那么什么是都呢 就是这么说吧 就这么说 你做一个好人 会得到表扬 这是一种做法 做一个坏人 会被惩处 中间就是都 就是不好不坏 中间的混子状态 就是都 它是啥意思呢 我想了 就是如果上班的话 是这样 假如有一天你工作 工作特别努力 工作太好了 会怎么样 老板说 哇 你工作太好了 是吧 我要把这个整个部门 都给你 我要给你加薪 这个庄子说 你不能养生了 你完蛋了 为什么 给你加薪 要你加班 你早死 折寿 对不对 但是你做 做得特别差呢 那把你开除了 所以既不能得到表扬 也不能被批评 在这个善恶之间 悠哉 游哉的过生活 这个叫原读以为经 特别可怕 是吧 但这个吧 只是请你记住 其实你现在应该还理解不了 我这个年龄 有点能理解 真的 我这个年龄 有点能理解 庄子 绝不是主张我们不去做好事 他的意思是 做好事 起码要远离名声 你知道 一旦做好事 被别人表扬了 你甚至出名了 你可能每一刻 都得注意自己的言行 你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木偶一样 要演出了 就像张老师这个人 走到大街上 是吧 衣衫 也不注意 是吧 路边有串 买来就吃 无所谓 但如果张老师是个名人呢 他不得嫁个墨镜 戴个口罩 偷偷出来吗 所以庄子说 不要做好事 也不要追求名声 但是做恶事 他所得恶事 不是违法犯罪的事 而是老百姓认为 不适宜的事 他说我起码不要跟佛家 跟老百姓的这种好物对着干 我也要暗暗的这样去做 要远离别人的评价 在善恶之间 才能悠哉悠哉 你只能够大体理解 你不能彻底理解 这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哲理 是吧 然后最后说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扣一下养生的提议 他说可以保身 什么叫保身啊 就让我们活下去 保住我们的生命 可以全性 可以保全我们的天性 不扭曲 我想做什么样的人 我就能做什么样的人 堂堂正正 可以养亲 简单吧 我可以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可以尽年 可以享受完我的天年 什么叫天年啊 就是上天给我的年龄 上天让我活110岁 绝不在109岁挂掉 上天给我80岁 我也不愿意拖到81岁 这叫什么 这叫尽年 就是我这个基因状态 大体活多少岁 活够就可以 既不要追求长寿 也不能够去腰折短收 不要瞎折腾 每天熬夜 30岁挂掉了 对不对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养生主 那我讲个故事啊 这个内容有点抽象 我讲一个故事啊 有一年高考 考的一篇文言文 对象呢 是北宋的开国名将 叫曹斌 你们可能不知道了 这个人叫曹斌 那这个曹斌当年在浙江一带当官啊 当得太好了 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啊 就送他礼物啊 他走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在那里当官 当官我回 我去别的店当官的时候 当地老百姓舍不得啊 给他送好吃的 送钱 送那个路上盘上 都送 那曹斌怎么办 不要 不要 然后老百姓就非要送 后来曹斌怎么办 乘着一座船 偷偷出去 跑这些老百姓 你知道吧 他不要这个钱 老百姓乘着 特别快的小船 追击就追上 知道吧 跑都跑不了 非得接受当地老百姓的馈赠 然后旁边有人跟曹斌说了 你不接受这个钱呢 看起来是对的 但是违背了庄子的一个教导 那叫为善无尽名啊 哦 你走了 不收礼物 当地老百姓肯定是传你多好 哇 这个人怎么清廉 怎么好 老百姓的礼物一点不接受 好 你就扬名了 那你做的这件事 它就不是好事 因为你吐的是名 曹斌一听 有道理 那怎么办呢 来送给我的 都搬上了 我都拿走了 是吧 你们也不要说我是清卦 我没那么清 我要钱 你们给我 老百姓呢 回报完之后 也没法养名了 他接受钱了 对不对 老百姓回去了 曹斌把接受的礼物 一一登记在册 收了啥啥啥东西 汇报给政府 把这一批东西 全部上交国库 也就是说 他没有接受钱 同时 也没有接受这个名 这个曹斌的刑事 高人一等 然后这个故事 叫曹斌的这个故事 好 我讲完了 一个四课题 请你举出一个 为善无敬明的例子 小朋友 我猜想 雷锋叔叔 你看 错了 不是说不追求名声吗 雷锋叔叔的名声多大呀 所以这个题 需要你去动脑筋 你能举出来的伟大人物 他都是出了名 那么什么人 才符合为善无敬明的例子 除了这个曹斌之外 但是曹斌也被写下来了呀 对不对 好 这个问题 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们身边 有人能做到 为善无敬明吗 好了 这一讲 我们就讲到这 我们下一期再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独书 今天要讲毒鸡汤 还是庄子 庄子这个脑袋不知道咋想 我先念一下 我们今天要讲的毒鸡汤 什么叫毒鸡汤 可能有人不知道 鸡汤 就是立志的话 就是让你特别想努力的